收平 护质探底回升涨0.67% 旅游 煤炭板块大涨 网易财经2月8日讯 早盘三大指数再度下跌 护质一度跌于1% 失守3400点 深程指 创业板指大幅下探 深程指跌近3% 创业板指跌于4% 失守2800点 自2021年11月29日高点以来 累计跌幅超20% 进入技术性熊市区间 光伏 芯片等赛道股权限下挫 锂电池板块中 龙头宁德时代跌近9% 国欧板块走低 耀明康德封死跌停 旅游股逆势拉升 九华旅游等近十股涨停 煤炭股整体强势 安元煤液风板 半导体芯片股走弱 国客微跌超10% 港口航运 餐饮 建筑装饰 钢铁等板块走强 白酒 军工 医疗医疗等板块走弱 午后指数下看回升 护质翻红涨于0.6% 创业板指跌幅收窄至2.5%以内 深层指跌幅收窄至1%以内 油气股异动拉升 裂开能源直线封板 封电板块回暖 大金重工冲击涨停 基建股持续走强 重庆建工等超10股涨停 有色板块拉升走高 神火股份封涨停 券商 保险 创投 影视传媒 教育等板块拉升 整体看 午后市场不断回暖 两市个股呈现涂涨开始 两市超3600股飘红 近白股涨停 截至收盘 户值涨0.67% 报3452.63点 深层指跌0.98% 报13325.41点 创业板指跌2.45% 报2846.48点 盘面上 日油 煤炭 教育等板块涨幅居前 半导体 QO 帮扶等板块跌幅居前 吸金方面 北将资金5后陆续离场 全天小幅竞卖出8.17亿元 外资今日延续近期主攻大金融 价值蓝筹为主的互市风格 日内户股通竞满入21.13亿元 深股通竞卖出29.3亿元 国务稳快重挫 龙头耀明康德跌停 消息面上 耀明生物在上海和无锡的两家子公司 被列入美国商务部未经核实名单 耀明生物高管在今日上午 中信箭头电话会议上回应 过去10年公司始终有获得相关批准 此次被列入UVL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阻断调查 美国商务部没办法来到中国检查 UVL和去年底提到的实体清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公司影响有限 旅游板块大幅拉升 消息面 2022年春节黄金周收关 节前多地疫情散点爆发扰动消费行业复苏进程 但各行业春节数据仍不乏亮点 旅游行业受多的就地过年号召影响 大众出行受阻 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 与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双双小幅下滑 旅游及景区短期内承压 但冬奥会如约开幕燃冻冰写经济 为旅游业创造了新的增长点 跌下疫情防控成果 显著背景下国内游市场局部回暖 值得持续关注反转机会 煤炭板块走强 春节期间部分煤矿放假或维持单班生产作业 供应面有所紧缩 动力煤价格近日偏强运行 深港证券指出 受制于电厂高库存 一年出口逐步恢复以及节后供给回升 预计煤价后续上涨幅度有限 随着煤炭定价机制改革的推进 煤价波动区间有望收窄 并逐步向长鞋价靠拢 近期煤炭企业陆续发布业绩大幅预增公告 继续关注近期下游补库的持续性 以及业绩大增背景下行业估值的修复趋势 基线板块继续走强 国泰金安政权认为 2022年A股的流动性考验未完 这使得估值端不具备全面抬升的基础 互更应聚焦具备估值修复的方向 而基本面低正反馈机制 将进一步决定估值修复的协力 重视盈利反转或边际改善的方向 当前以消费与基建链为核心的低估值板块 具备上述优势 往后看市场仍将水往低处流 风格加速向低估值风格切换 银行板块互盘 平安证券指出 从春节前披露的业绩快报来看 21年4季度经济下行压力下 绝大多数上市银行基本面保持稳健 营收增速稳中有升 资产质量总体平稳 资付两端平稳扩张 利润增速维持高增 展望2022年一季度 稳增长政策的逐步落地 有望对银行基本面构成支撑 目前板块静态估值水平仅0.64x 仍处于历史绝对低位 安全边际充分 我们仍然看好 对经济和银行资产质量 过度悲观一期齐稳修复下板块的估值修复机会 白酒股集体下挫 开源证券亦表示 目前春节白酒冻销 基本符合之前预期 整体保持平稳势头 高端白酒节日期间保持良性增长 价格与销量增长均相匹配 次高端白酒出现分化 部分品牌批价略有波动 但销量仍保持平稳 疫情管控较好区域如安徽等地 也实现白酒消费较好增长与明显的升级势头 当前仍看好高端白酒 与次高端白酒的机会 当前估值处于合理区间 全年来看仍有较高投资价值 对于后市 机构普遍乐观 方正证券认为 当前A股市场的调整已经接近尾声 2月的市场行情非常值得期待 一方面 目前市场调整幅度已经较为充分 另一方面 美联储加息并不一定会引起国内利率上行 当前市场流动性以及政策环境 均对市场非常友好 在流动性环境比较宽裕友好 市场整体估值不高 新兴产业诸葛拉周期的产业逻辑 值得期待的背景下 看好以新能源和TMP 为代表的科技成长公司的市场表现 中泰证券此前发布延报认为 截后在美联储实质加息的空窗期 国内降准等稳增长政策储蓄发力 涉容等指标起稳下 市场或将开启春季行情 中泰证券表示 考虑到全面注册制与稳增长 对低估值蓝筹股的利好 美联储应派对高估值的潜在压制 以及1月调整过程中 上证50等低估值蓝筹的强势与不创新低 后的行情依然是蓝筹主线 就具体配置而言 低估值蓝筹依然坚持三条线 一券商 二高分红与国改相关的央企 特别是铁路 电力等中央财政发力方向 三立电 同时 医药当中部分与疫情相关的 如护肌机 疫苗等疫进入配置区间 中信线投成果团队 昨日发布策略延报认为 当前市场情绪已到近三年最低点 主要股指和行业均已充分调整 后续具备反弹基础 尽管当前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处于错位期 中国面临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压力 但中国经济基本面周期和政策独立性 决定了中国当前的宽松周期荣位结束 对于A股而言 其热为内松的影响大于外景 当前强势的人民币汇率 将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与灵活性提供更大支持 因此 尽管当前市场对于后市颇多忧虑 其仍然对于截后市场的奇闻反弹抱有信心 感谢观看